哈喽,大家好,阿姨们好,阿姨们好 现在都9点多了,我们才吃晚饭,知道吗? 为什么呢? 那个保险公司的去我们家了 再说那个前两个星期不是那个龙卷风吗? 把我们的那个房子不是挂坏了吗? 那外面那个板 所以说原本想的是就换一点就可以了 结果呢,他们修房子的人和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做对接 然后说要全部换完,看最终还是全部换完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就去我们家 然后呢,还拿了那个就是那个板的颜色 给我们看选什么颜色 我最终选了一个风浅风树的一个颜色 就跟我们现在家里房子的颜色差不多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又填填表啊,签签字什么之类的 哎呀,反正是忙了到差不多开酒店 然后一想饭还没有吃 一想晚饭还没有吃 所以带着这俩小孩来吃点鱼 好,我去摆一下 好,我去摆一下 那些咖啡 你已经够了 好,太棒了 好,谢谢 那是我的椰子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娘娘 嗯,这是你的椰子 哦,你的椰子 妈妈给你点了吗? 不是,这个是吗? 我带你点一个椰子,好吗? 我给你点一个椰子,好吗? 这个是哥哥的 给 给你一块鱼,乖乖乖 你先吃你的黑门盖吧 点了那个鱼 这个是啥呀? 这个是啥呀? 起司包 这叫做起司可 哦,起司可 里面是奶浪 蛮好吃的 没有蔬菜了就是 我很喜欢吃它的鱼 这个血云 你看 我自己做不出来这个 这个就 特别薄外面做的 很好吃 很好吃 酥酥的 外面酥酥的 里面很嫩 咱们波尔赛夫尼奇店店的 这个空调 昨天入城 今天差不多都可以装完了 好,老姐 我今天来的门店里了 然后 今天主要是中央空调进场 另外一个 咱们家海螺型的螺旋楼梯 也大概出了形状 好了,我带你进去看一下 他们先把空调的管道量一下尺寸 然后检查一下内部的一些结构 我看有没有什么出错的 哎呀,看到咱的这个旗舰店 一点一点一点的进行着工作 我这个心里真的是说不出的一种开心 一种愉悦 咱们这个海螺型的楼梯 也逐步在显示它的效果 是一个螺旋型的 然后主要以钢结构为主 然后钢结构做完之后 可以做一个造型出来 当时设计师给的这个海螺型的楼梯 也是我一眼看中的 说不来的,超级喜欢 那这个就是二楼 二楼这个柱子 做了一个圆圆的大柱 顶天柱的造型 也很漂亮的 然后采取了我们 一样窝盒子内部的一个元素生咖 现在这个是设计师 那个就是装空调的人 设计师在告诉他就是要以最合理的方式 把空调装到什么位置 中央空调呢 我们是选的楼下是五匹的 楼上呢我们也是选用五匹的空调 是一拖三哪一拖四我给忘记了 所以说楼上差不多一百一十平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 中央空调呢差不多就是两天都结束了 然后接下来开始装地板 设计师说差不多四月底可以完工 我真的是开心到不行 一切美好都在如期而至 不管怎么样这个店耗资多少 我都要给喜欢普尔赛夫尼的顾客们 一种最极致的体验感 我要让他们感受到普尔赛夫尼的热情 感受到普尔赛夫尼的真诚 其实很多人当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最先考虑的是结果 但是我不一样 不管成功与否 重在这个参与的过程 我只希望我的人生没有后悔两个字 不念过去不具未来 这是安闲给自己的定义 妈妈尝尽黑莫格了 谢谢 很好吃了吧 谢谢 我没喝点吧 我到去买一瓶了 妈妈去买一个 等着我 吃饱了 现在在回家的路上 到家在跟你们聊 现在又快失恋了 吃饱了